2018年12月22日下午,由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文化格书画院共同主办的迪欧雷风景游画展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国艺国粹馆圆满开展。 展览现场给人以非常愉悦的感受,其作画也受到了在场的艺术家、评论家、媒体人、资深收藏家的一致肯定与认可,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资深收藏家吴一东先生提出了当代画家应该怎么画,画什么,怎么画好画,并举了俄罗斯画家的例子,许多画家一辈子画画却并不卖画,即便生活很贫困,依然坚持画画不卖画,这样的画家都画得很好,关键是要想画好画就要坚持自己要表达所想,不应太多的受到社会生活乃至市场的影响。 资深影视制片人王美彪先生发言,表达了恰上绘画艺术需要有语言性、表达性、生命性、阅读性。 画画就像读书,让人看画也有阅读性。 自己画自己的画,表达自己的思想。 画画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成果,社会文化不同,其表达方式也不同。 资深策展人张雅梅提出,作为策展人应该支持真正具有表达的作品,画自己思想的艺术家,不应该过多跟随市场的影响。 央广展示城市客厅运营总监卢鹏先生、青年画家劳正超先生相继在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青年画家刘子瑜先生主持了展览的学术研讨会。 本次展览策展人、文化阁书画院展览部负责人宋志利先生介绍了展览情况。 迪欧雷现在莫斯科国立斯特罗加诺夫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古典经典油画的写实与表现技法。 深入吸收了欧洲印象派和古典俄罗斯正统学院的严谨画风,很自然地体现在油画作品中。 显得其绘画风格格外的丰富,没有非常华丽的色彩,但在作品中透露出更加意向自我的自由表达。 再加上其本身特有中国文化涵养,又不适于东方绘画协议意境的展现。 迪欧雷先生是刘娥青年画家。 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俄罗斯苏里科夫国立美术学院,现为俄罗斯斯特罗加国立美术学院博士。 他经过了严格的学院训练,掌握了扎实的造型能力。 在学习期间,经多位教授的指导,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及人生的感悟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展览共展出迪欧雷先生留俄期间写生和创作的油画作品《五十余幅》。 这些作品有描绘俄罗斯风景,表现俄罗斯广袤土地森林及不同时间段丰富的色彩变化,还有不同气候下的景致。 也有描绘西欧其他国家的雪山教堂,以及风土人情的写生作品。 观众可以欣赏到迪欧雷许多的精彩之作,感受画面中所表现的俄罗斯抑郁风情。 我觉得所有的艺术领域,它都艺术的各个分类都是触类旁通的。 我刚才就看了就是欧雷的这些写生作品之后,我就说了两点,我觉得是说在对一切艺术来说,最重要的是语言,就是它的表达语言。 比如我们影视来说是视听语言,那么音乐也是这样,绘画也是这样, 它的就是绘画语言最重要,我觉得语言比内容更为重要。 语言,找到一种比较好的语言以后,它创作出来以后,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存在。 那么另外一个我讲的是它的就是阅读,那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 阅读是代表它的生命力,就是可以延续终身的,这种阅读呢,一个是阅读它周遭的世界,就包括它这个历史境遇,现实境遇啊等等。 另外一个是它阅读一切文字和物化的这种就是文化成果,那么这个会对艺术家的就是创作语言的寻找,对艺术家这个审美境界的提升,就有着巨大的作用。 我认为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欧雷的它的,仅仅是它的写生作品,它个人额外的创作作品,其实是我们更加期待的,更能反映它自己的,就是对语言上的追求。 很可惜这次没有拿来,但是我们从这些写生作品当中看到它对这个就是绘画语言的探索, 特别是对它希望在俄罗斯能够得到,既然去留学嘛,能得到它的精髓,那么我们确实可能看到有一些就比较熟悉的俄罗斯的就是传统上的一种绘画语言,一种绘画技法,就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它足迹也不局限在俄罗斯,在法国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它都会去写什么,很多在内容当中我们也看到,我觉得这是对它的阅读是有很大的一个丰富,另外一个在技法上它也能够不局限在俄罗斯,看得更宽广一点。 那么我觉得记得到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它面临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 独特的一种绘画形式,就是绘画语言,那么我觉得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因为从现在的写生作品来看,它的积累,它的功底已经做到一个很好的层面。 我是张雅梅,雅艺会艺术机构的创始人,我们机构一直在做一些艺术家的推广,做艺术家的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平台。 今天来参加这个迪欧雷的这个画展,是因为迪欧雷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学生,在之前跟她见过两次面,我觉得呢,她这么年轻,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她的功底已经很好了, 在国外这么多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对于她来讲呢,我希望她呢,能把中国的文化和在她国外学到的这个西方的欧洲的这个技法这一块结合到起来。 我也跟她说过,说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传统文化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它的一个根基,是从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她这个中西贯通,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更好的打到西方国家去,学成以后回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一幅好的作品,她在技术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她的这个,她想要表达的,想要告诉大家的,特别是,假如说能给大家一个思考,给大家一个提示,或者给生活中,特别是生活里面呢,能给到一份提示,让人们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思考,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 这也是大家都在找这个灵魂,可能这也就是灵魂的一部分吧,谢谢。 我叫卢鹏,是城市客厅的运营总监,然后同时呢,也是迪欧雷的启蒙老师,当年最早的时候,教过迪欧雷一些绘画的基础,然后这次我看这个迪欧雷的这个展览,对我感触也是很多,因为当年我们就像刚才说的那种,特别正式的在一起去探讨绘画,可能还是我在跟他说, 现在呢,我听他说完了之后,我受到了很多的启迪和思考,而且我看完他这些作品的原作,因为之前他发过一些照片,发过一些照片给我看过, 然后,当我看到他这些原作的时候,我觉得比照片的震撼力要强太多了,他也特别打动我,也特别高兴能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成果,然后也希望呢,他未来的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和发展的更好。 我是文化学术画院宋志丽,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在北京孔庙和国子建博物馆,国一国最展,然后举办迪欧雷先生的展览,迪欧雷先生是由于和我们文化学术画院特约艺术家刘子余先生是同学,然后都在俄罗斯留学, 所以在这一次展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就策划了一下,为迪欧雷先生在整个留学期间的,比较真实的写生的作品,做了一次相当于是历史的记录。 这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是说能给迪欧雷先生留一个学术性的这么一个历程的一个印记,然后也藉由这一次展览,对于迪欧雷先生来说,他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纪念, 因为他是首次在回国做的一次学术性的,这种探索性的一个展览,也预祝这次展览能够成功。 这次展览主要是我在俄罗斯的一些写生与创作,然后这次展览非常有幸能在孔庙这个地方,然后在孔庙这个地方办展,然后也有一个中西的一个结合, 然后这是我回国第一次展览,然后来了很多嘉宾和老师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然后这次展览对我来说的收获很大, 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我都会在我以后的展览里表达出来运用我所学的,在国外学的一些画画的技法也好,手法也好, 然后进一步地去结合中西的方法,去把这个以后的艺术道路做得更好。 据悉,此次展览截止到12月26日,欢迎历临观展。